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在受邀参展的摄影师周年纪最小的梁亭玉 因为自身的生长环境充斥的客家与原民两个族群 因此这次的展览他将原客之间过去的历史冲突 透过原民和客家两族其老的口述 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呈现在民众眼前 我一直会去想一件事情就是 在那个地方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汉人 然后在那边长大 那我要怎么样子去面对附近的部落的 不管是族人或者是老人家 他们对于我们汉人而不断逼近山区的这一段历史 这一次的作品就是聚焦在这边 而梁亭玉也聊到因为自己并不是原住民的关系 因此刚开始进入到部落与其老接触时 就因为身份而遇到了许多的阻碍 但后来受到部落其他族人的帮忙 才让其老们慢慢对他放下警戒心 为其老他就跟我讲说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遇到一个 这么想了解泰雅文化的汉人 我干 所以其实那个过程对我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 也让我感受到其实部落不管是在文化的流失 或者是语言的保存 或者是历史的记忆方面 其实在当代我觉得族群之间 可能也要有一个互相合作的一个情况 梁亭玉期望透过这次的展览 让民众以更多不同的视角 去看待过去元旱之间的冲突 了解那些没有被写进课本里其老门的记忆 原始新闻老报寺五六台北市采访报道 欢迎订阅